逃离冤枉老师 小贝 姐姐要去上学啦 你在家里 要乖乖的哦 要乖乖的哦 小 小贝 小贝 你怎么了 小贝的头好厉害 你这是发烧了 姐姐带你去医院 抖动青春 现在开始 奉地运动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诺米茨你这么着急 是要去哪里啊 二狗 看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的妹妹小贝生病了 我准备送她去医院 你帮我向老师请个假吧 当然可以 希望小贝能早日康复 谢谢你了 二狗 你可真是个好人 老师 我来帮诺米茨请假了 她的妹妹小贝身体不舒服 她自己没有嘴巴嘛 要请假让她自己来 明天我会当全班同学的面开除她 谁都不准给她通风报信 走了走了 快迟到了 照顾了小贝一整晚 终于赶上第二天的早读了 老师 对不起 我因为家里特殊原因 所以迟到了 哎呦 这谁呀 你当学校是你家开的 想来就来 想请假就请假 没有 老师 我让二狗替我向您请假了呀 我可从来没听到过什么请假 现在正常通知你 你被开除了 二狗 你来帮我说说话 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 你们为什么都要欺负我啊 哼 这破了学校我不大也罢 欢迎来到逃离冤枉老师跑酷 啊 又是那个被开除的系统娘娘墙啊 罗米词 你怎么哭了 为什么上课好好的突然就要逃离学校啊 因为老师他们都冤枉我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昨天早上 小贝他突然发烧了 我只能一个人带着他去医院看病 然后 我在路上遇到了二狗 我就求他帮忙 让他替我向老师请假 那老师怎么说呢 老师说要开除我 他说根本就没有受到请假 而二狗 他又不肯出来为我作证 这个老师也太过分了吧 家里妹妹生病了 难道要丢下她不管不顾地去上学吗 就是啊 况且我家也向老师请了 但是她根本就不分清红皂白 就是一心想要开除我 该不是因为班主任老师的那个公主兵女儿吧 所以她才这么针对你 故意找你的错出 屏幕前的观众小可爱们 你们曾经被老师冤枉过吗